曾經是瑜伽導師的林德信這一出席活動教授瑜伽 雖然已經做了歌手很久 但原來開瑜伽學校仍然是他的夢想 開學校一直都是一個夢想 因為我做一個Style 現在香港沒有的 以前有的 但現在沒有 不過如果要開的話 要找一班很好的老師 有時找好的老師都要靠一下緣分 Alex還帶爆爸爸林子祥都是一個瑜伽高手 不知道兩父子會不會有時間一起切磋一下 你下次見到他叫他做島嶺 因為他懂得做headstand headstand是非常難的 但他很厲害 我見到小時候他在家裡 他一下子很順地 zoom 兩個腳 對 很厲害 反而又沒有 沒有試過跟他做瑜伽 小時候有跟他打球 打網球 打 golf 但瑜伽就沒有機會 爸爸前陣生日 Alex又如何跟爸爸慶祝 我請他吃飯 然後他說千萬不要送禮物給我 但我去到餐廳 他就送了一份禮物給我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人家的生日 他又送禮物給我 不過我又很開心 因為他送了一張照片 他很漂亮 你看到很多年歷史 他的圖圖圈 黃黃的 照片又很萌 好像有水漬一樣 但很有feel 然後很多年沒看過照片 真的跟電話的照片很不同 有很多感覺 一直都有一個夢 就是他有一個CD的風套在最外 是我可能一歲兩歲左右 如果第二天我有一個CD的風套 可以抱著我自己的兒子或者女兒 我覺得是一個夢 我可以抱著我